熬了通宵,好不容易结束了上个事 经甲方的世界那边满意 签收原文件后,很爽快地打来了尾款 解不知弟弟什么时候,抱着阿泰站在我身后 忽然出声吓我一跳 吉星你醒了,我忙扭头看他 却发现弟弟双互赤红地看着我 简直好像一晚上变了一个人 吉星看着我,忽然就戳戳鼻子哭了起来 我去这下子,弄得我措手不及 昨晚我在工作室通宵 12岁刚上初中的弟弟,吉星来找我 为这家长了一封信签字 后来为了等我下班,在休息时看着电影 我的姐姐直接睡着了 这小子平时跟人打架,都不掉一滴泪 今天刚睡醒,就哭得这么痛,好像是魔症了 结果这次一定保护好你的筋斗 要时间末日了,结果我们赶快去买吃的 去买武器,快点解,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昨晚给这小子看的催泪亲情片 不是末日恐怖片啊,我怀疑弟弟发烧了 赶紧摸了摸他的头,他却一把正拍我 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来,给我讲起了他的梦 我没有做梦,七天之后 就是国庆节前一天,海边避城丧尸爆发了 这传染起来,可比新冠可怕多了 基本上下午,我们城市就全面爆发了 本来咱俩躲在咱家相安无事 硬挺了半个月,嫉妒将不够咱俩阻拦 飞出去接了一个贱女人和他儿子 把病毒带到咱家,就算了 你不愿意收留他们,他儿子直接动手打了你 最后还把你推进了丧尸堆 巨星一边说,一边哭得浑身颤抖 解释我无能,我保护不了你啊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再也没见弟弟这般哭过 她毕竟才12岁,我也只能安抚着 逗她心不哭 那只是个梦,那不是梦姐 那不是梦记心抓住我的手反复强调 我拍拍她头安慰那你这么勇敢 咱俩不可能联手打过那件人的儿子 我被咬了呀,结果被丧尸咬了 被他们绑起来,眼睁睁看着他们打你 害你吃了我们的筋斗 最后,那个女人说吃丧尸肉可以免疫治病 还一点点吃了我的肉啊 几千控制不住 几乎是浮在我膝上嚎啕大哭 弄得内容害人听闻 听得我也心头一痛 几千口口声声地见女人 是不久前,我妈癌症去世没几天 我爸嫉妒将就从外面带回来的小老婆 还有个只比我小二岁的混混儿子 但混混虽然不是我爸亲生的 也敢登堂入室,对我弟指手画脚 所以见面第一天 我就为了我妈和我弟 给了那些女人一眼光 和他儿子大吵了一架 如果说他们折磨我 害我,简直是情敏之中 但我弟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我的猫咪金豆又爱他们屁事 一则是真是畜生不如 虽然只是一个梦 但看着弟弟惊恐伤心的模样 我也很是难过 我爸在梦里就是个废物嘛 眼睁睁看外人害自己亲儿女 谁知道接下来一通电话 直接把我吓出冷汗 电话那头是我最好的朋友王涵 妓院哈哈 太好了,我他妈重生了 听着妓院 还有将近一星期就要世间末日了 你知道植物大战僵尸吧 就是那种吃人脑子的僵尸 要来了,你快点买点吃的 找个地方狗好 这次我非把狗日的僵尸 脑子拧下来 王涵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后去了H市 做了游戏策划设计 平时也热衷于各种设计枪战游戏 说话大大咧咧 没个正行 但这次 我不再觉得是他莫名其妙的玩笑 这连末日期都和我弟说的出奇的一致 你是不是做梦了 我们的声音都在颤抖 不是做梦 是重生王涵在那边笑了安静下来 声音又格外坚定 妓院一定要信我 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不会骗你 很好物资等我就你 那边匆匆挂了电话 我觉得自己头皮都在发麻 一个人做梦不可怕 如果你身边人都做同一个梦呢 王涵和我弟可从没见过 我还在沉浸在震撼的三观中 激星见我打完电话 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 咱妈的保险赔偿金还在我手里 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尽快买东西回家 藏起来回家 对回家 不我们不能藏在家 刚走了两步 我就拉住我弟 如果我弟梦里都是真的 我太高过我自己了 我们联手也打不过一个成年男子 更何况 他们一家都是嗜血吃人的恶魔 如果是真的 他们害了咱俩一次 就还能再害第二次 我强迫自己快速冷静下来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巨星从现在开始 这件事情 你不能再对任何人说出口 好巨星点头 但是不回家 我们能去哪里 咱家是别墅区 丧尸少很安全 末日里最可怕的不是丧尸 最可怕的是人 照你所说 你不是已经经历一次了 我再次想起弟弟口中上辈子的经历 虽然我没有记忆 但想想他小小年纪就要经 弟这样的痛苦和折磨 真是恨你咬碎了牙 最危险的地方 未必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留在这里 极度将可不知道我工作室的地址 这次你阿姐要为你报仇 我的设计工作室 坐落在市政府旁的高档小区内 26楼的最高层 200多平的大平层 再加上一层阁楼 面积极大 这是我母亲三年前送给我的毕业礼物 我父亲 作为市里有名的良油连锁超市老板 贵人是盲 根本没有踏足过这里一步 既然在他眼里我是个败家子 反正临近末日 啃老真是不啃白不啃 我掏出手机 留给极度将打了过去 喂爸 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吧 我年纪大的绝也少 极度将丝毫没有听出 我在试探他有没有重生 还在电话里骂道 季星是不是出去找你了 昨晚上一夜没回家呀 我弟是在我这 看来 我父亲极度将果然不知道丧失这回事 我漫不经心的说 对了爸 我这工作室该交房租了 但这个项目客户违款还没有结 你先给我打百十来万 过段时间我喊你 一听我张口 就是百十来万的药 嫉妒将在那边气得破口大骂 我欠你的 小兔崽子 家里有那么多房子 你不用租人家房子 给别人交房租 用得了这么多钱 这房租是一交三年 你不懂我见他没有怀疑 继续添火 你赶紧的吧 我项目尾款回来就还你 给你算利息 记住将妈妈咧咧的撂下一句 你会让财务从我撕 账上话给你 就挂了电话 遭老头子的钱 不给亲闺女儿子花 还想你哪个小贱人花 我放下电话 就吩咐记心地 你一会直接回家 收拾下咱俩常穿的衣物 随便把金豆抱过来 另外你去老技术房 看他工作电脑的微信上 有没有那件女人的联系方式 只笔记下来 那你呢工作室装修时 咱妈封阳台 就用到了最好的玻璃和窗架 那还不够 既然我信了 你就万事做足准备 我揉揉记心的脑袋 一边安慰他 一边不住的盘算 半个小时后 我开着我的大具 直奔室里的装修市场 下车时 顺手在工作群里 通知两个员工 这几天工作室装修休息 这会时间紧急 根本懒得跟老板搞价 选了十几块大型太阳能发电板 选了三个最后的最高级防盗门 又找了木工 拿上最结实的石木板 计划多做置物价 直接支付宝转账 催老板加急 安排工人 带着浩浩荡荡的装修大队 回到工作室 让他们立刻开工 当初我妈给我装修的工作室 可是下了血本 需要换的东西并不多 玻璃都是多层真空防弹级别 装修老板 见了都说好 除了装太阳能板和防盗门 我把将近五六十平的阁楼 都规划做储藏 用铅笔简单画出墙上的置物价 木工师傅老经验 直接点点头开杆 笑秘秘的给各位大哥 发了千把块红包 吃午饭叮嘱他们 尽量轻一点后 我可来不及吃午饭了 就直奔电器市场 食物虽然没买 但是冰柜冰箱少不了 工作室里本来就有个放饮料的双开 门大冰箱 但肯定不够 我直接又买了六个大冰柜 十几个连太阳能的隐藏摄像头 不用插电的净水器五个 电炒锅十个 空气炸锅五个 小风扇十个 暖手宝十个 手电筒十个 防浪器电棍十个 配套的个型号电池也买了五箱 想起什么 觉得有用我就都下了单 跟着我的导购 简直乐开了花 提成肯定少不了 为家里烘焙房新开业 需要这些为由 还让他安排晚上送货上门 至于电脑手机这种 做事不缺末日 如果电不够用 电脑这些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实在害怕无聊 就从一个二手电器店里 逃了个用电池的小电视 和红白插卡机 就是小时候可以玩超级玛丽那种 哈哈 我低巨星肯定没玩过 等我回到工作室 巨星已经拎着两个行李箱到了 我的猫金豆看见我就扑了过来 在我脚边蹭来蹭去 我领着巨星参观了一番 阁楼墙1米5以上 打好了三层加厚置物价 很是坚固 窗外的太阳能发电板 大平层的家门 阁楼门 包括顶层的平台 都拿最后的单向防弹玻璃封好了 原来工作室就是个超大的32屏 除了超大的客餐厅 用来作为办公区外 主卧被我拿来做办公室和休息室 还空着两个房间 我规划了一个次卧 让巨星住 再把办公区的几台电脑 都搬到另一个次卧来 连接今天买的一些摄像头 做成监控室和游戏室 监听周围 以防不测 机星这会抱着我的猫 还是有些忐忑观 仅我们住在这里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完全就不知道了 我能理解 经历了末世 对一切都充满恐惧的弟弟 更怕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 但我俩的力量太弱小了 安心如果回到家里 我们更保护不了自己 我尽量抚摸着巨星的头 给他信任和力量 今天这些只是第一步 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除了你 这次造枪支可是重罪 别说参军了 这要进去喝多少年的稀饭啊 节目是来临 我连你这唯一的家人都保护不了 你我像上一世一样 死在别人手里 我还怎么参军保家卫国 巨星说起这个就红了眼 越发激动到 我见过你3D打印机的速度 你提前电脑建好膜 备好材料 如果真爆发丧失 我们再打印枪支 以求自保不就好了吗 巨星说得很对 我只是电脑建膜 是不构成犯罪的 末日来临 我们两个完全不够自保 巨星建我同意 拉着我 开始一点点拆卸锈针模型的零件 让我好意电子建模 各位老师教授 我真的没想到 我所学的专业技能 是这样在末世帮到我的 等电子建模完成 我运用动画渲染软件 模拟了一下武器模型 开枪的过程 应该是可以用的 这接连熬了两个大夜 我真是熬不住了 哄着寄星去睡 也窝在沙发准备觅会 要不然末日没来 我正因为连续熬夜直接猝死 也是一大传奇新闻 可能是我太累 这一觉无梦 直接睡到了下午一点 寄星还是整个人紧绷着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 守着我睡醒后 就拉着我赶快去购买物资 作为本事连锁粮油超市的老板闺女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去给自家竞争对手送钱 送的还是亲爹给我的钱 不知道嫉妒将知道之后 会不会直接气死 但用自己真实身份 去面粉厂等谈生意 太容易引起怀疑 我和机型口罩压舌帽 捂得比3000万流量明星还严实 到了那就是疯狂买 白买50斤一袋的面粉 20代30斤一袋的大米 20代食生的各种食用油 食桶各种乱七八糟的调味料 直接一样来一箱 黄瓜土豆茄子 西红柿大白菜 各种常见蔬菜 各来一大筐 梨子橙子柠檬 完美米猴桃 这些能冻起来的水果 也该来一大筐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丸子 羊肉卷跟牛卷物鸡卷虾滑 包括速冻饺子 速冻汤圆等 更是多多一扇 对比很多饭店开业 和末式投货文 我买的算少的 毕竟本人不才 除了极少数的简单饭菜 实在不擅长做饭 等我交了钱 安排他们晚上11点钟 先拉到我家 粮油仓库门附近交接 出来后天都快黑了 东西不敢一天买完 太容易引起怀疑了 这些东西 在我家粮油仓库 周围绕一圈 旁人自然以为是正常进出货 等到了晚上 我直接去自家仓库门口 偷拿了一把大货车钥匙 穿的黑布隆东 开车去接过自己买的货 然后往工作室开去 急性假装熊孩子 一旦工 打碎了小区 比较关键的几个监控设备 就以这垃圾物业的维修速度 估计他们修好 也都四五天后了 另外我在手机上 提前雇了 三个不同的搬家公司 找不同的工人 分不同时间段来 轮流运这些东西 等天亮之前 又神兜之鬼不绝的 把大货车还了回去 这每天神经紧绷着 像只老鼠一样偷偷摸摸 简直比我连夜和甲方扯皮还累 还好有我低级星帮忙 不得不说 一梦醒来 这孩子好像成熟了很多 好多我有所疏漏的地方 他都提醒我补上了 但只要想到 他话语中上一世的经历 我宁愿 他永远都是个幼稚的孩子 末日倒数第三天 我觉得一次运太多东西 还是太冒险了 还好除了我的大忌 家里还有两辆车 我和几星 上午来到郊外的一家大型仓库 除了老檀酸菜 各种红烧香辣海鲜 各种口味带装方便面 各来两香 重要的是 各种口味的自嗨锅和自热米粉 各来十香 什么汉中面皮 柳州螺丝粉和南汇面 各种素食一样来两香 改善生活 最重要的是 各种肉食罐头和各种水果罐头 基本就是可以长期存放补充营养的 末日生存必备 要二十香基本上计 杜江打来的钱我都用完了 幸好项目尾款 加上我平时的存款 还有一百来万 虽然是末日 不到万不得已 我还是不想动 妈妈留给我和基辛的保险赔偿金 上午这一趟 我俩买的已经够多了 下午换了辆车 又去了另一家商超 买了各种零食 薯片饼干国服 果冻手丝面包 一种口味来两香 关键是各种水果汁和饮料 不管什么牌子 要来十香 还好现在总是疫情封城 摄影员小姐姐也见怪不怪 临走时 基辛拉住我提醒道姐 来点红糖吧 你每个月不多肚子痛 这个时候还关心我痛经的 也只有我可爱的弟弟 我把基辛留在收银台结账 往回去买红糖的时候 居然碰到了那个贱人的儿子 基辛口中前是害了我们姐弟的仇人 方强死混混搂着一个女孩子挑零食 我本来想直接路过 却没想到这畜生死不要脸 看见我居然舔着脸叫我姐 你我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你也配叫我姐 我目不斜视地路过她身边 美女找对象也要擦亮眼睛 长得这么漂亮 别随便与狗为伍 又没有世界末日 方强和他妈也没正式过门 他现在事实要求治愈 我当然肆无忌惮 也不在乎他被羞辱后 到底是不是气得双眼吞火 拿了红糖之后 又转身看到货架上的彩色画笔 想到万一真一直躲在家里 无聊的时候 还可以教季星学习画画 也很不错 便买了五盒画笔 晚上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领着季星去了一家长去的西餐厅 吃了一顿大餐 我俩决定以后每天都抽时间去 吃不同的好吃的 万一以后就吃不到了呢 等饭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拿出知乎看新闻段子 谁知道角落里居然有一个帖子 引起了我的关注 帖种描述说 前几天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 梦到丧尸爆发 气温骤降骤升 天下大汗 天气恶劣 还有地震 国外暴乱 现在预知未来的帖子太多 很多网友在下面起步 网友A我还梦到李某某嫖娼被抓 当红明星陨落 然后住到我家呢 网友B大汗 只要保护好雨神 何愁大汗 网友C我也梦到丧尸 不过作为广东人 是我咬的丧尸 网友D说起来 我也做过类似的梦 网友一不聊了不聊了 老子去吞点水和物资 暗自怀疑 联系季青和王涵 这两个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异地 却都做了同一种预知 或者是重生梦的例子 看着帖子 恐怕同样经历的人 可不是个例 也许每个人的梦清晰程度不一样 有人当真 有人也不会放在心上 我招呼季青过来 看着帖子 他也只是摇摇头姐 我们两个死得太早了 这上面说的什么 天气大汉我不知道 但我当时被他们绑在地下室 的确是闷热的可怕 季青握紧了拳头 本来我以为是他们刻意在折磨我 但也就是说 真有这个帖子说的这些 天气异常的地方暴乱都有可能 看完帖子 我不但没有放松 反而不寒而栗 如果说 本来我虽然在囤物资 还是半信半疑 此刻却对这件事信了十分 接下来几天 每天早上睡醒 我就打开次日打和当日打买一堆东西 再以物业一加一桶水的名义 去团购桶装水 我带着地底寄星 早中晚每次开着不同的车 轮流去市里不同区的地方 买各种物资 无论是生活类的卫生纸 吃巾卫生巾 清凉天板宝宝大棉被 我基本都是以食箱为单位往回班 娱乐类等 各种书籍杂志纸笔 考试卷扑克牌五子棋 还有各种肠胃炎 拉肚子头疼脑热 皮肤炎症的西药 光是不仅能致发烧 还能致痛经的不落分缓是骗 我和寄星都分波 偷用家里人不同的身份证 去买了20多盒 还有考虑到后期天气异常的青阳油 去属药连什么薄荷山楂甘草 还有我最最讨厌的货香蒸汽水 我都买了好几排 塞在冰柜最底部 为了一边健身一边防身 我还买了跑步机和哑铃 最后记性说着不够 我就买了两架无人机和望远镜 连菜包都都买了几把 钱花完了就贷款 我觉得自己就像支掏铁一样 往工作室不停地搬东西藏东西 整个阁楼对我填得满满当当 除了侧身能挤过去的过道 又个大冰箱里 分别装着各种鸡鸭猪肉 冷冻海鲜蔬菜丸子 可冻水果中药材冰淇淋和碎冰冰 冰箱上面置物架上 成箱成箱的 落着各种吃的喝的用的 连楼下工作室里的客厅 都被我用来堆放金豆的 各种猫粮猫罐头和成大堆的猫砂 再加上各种书籍和生活用品 几乎都没有能 下饺的地方 如果记性说的没错 明天就是末日爆发的第一天 我领着他再回了一趟家 除了偷偷安装几个摄像头 我也给记录江在地下车库 留了一些物资 再怎么说 那也是我爸爸 我甚至看着记性问 可不可以把老记绑起来带走 我们一家人狗活 弟弟却说他不是我爸 他不值得 我们为了他做的够多了 说实话 我觉得记性好像自从重生一回 除了对我 真的算得上冷心冷情 但当我给记录江放一半物资出来时 正好碰见他领着他 小平和方强从外面回来 谭笑间十分温馨 好像我和记性才是真正的外人 记录江一见我们 就冷脸问道 你俩怎么回来了 你看闺女儿子几天不回家 他做父亲的 问的第一句 不是关心我们这几天去哪 而是嫌弃 我俩回来干嘛 怎么打扰你 和你儿子共享天伦啊 我冷笑到 真是不想便宜的见人 所以干脆直接伸手要钱 我订了下午去S迪士尼的机票 给我十万 你俩去迪士尼玩 还是包场啊 用得着十万 记录江明显不想掏这钱 我不是刚给你交了工作室房租 我他妈我话都没说完 方强这个混混冲上来 对我就是一个耳光 记性看到后 远忙把它推开 像只小狼狗一样扑在我身前 其实方强还是心虚 这一耳光也不算太疼 要不然就他那五大三粗的 不得把我牙打掉 但我抬起了头 看向嫉妒江 他居然丝毫没有替我做主的意思 反而护着那个贱女人 给他擦眼泪 好了小云 别哭了明天我就和你阿姨领证了 整天说的什么话 你还在家没有一点教养 没教养你 倒是教养过我们了 我还没说话 巨星就护着我咆哮出口 被弟弟这么护着 我反而心里疼 眼泪直掉 怪不得方强敢对我出手 原来是打量的 他妈要正式上位了 我一边擦掉眼泪 一边冷笑道 真是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 我今天是领教了 给我二十万 我领的巨星 下午就非S式 明天绝不给你们添乱 不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大家一起别过了 那个贱人一听这个 立马拉了拉极度江的衣袖 方强在旁边慢慢咧咧 我拉着巨星转身离去 林俩回头 听说中午十二点 领证能长长久久 祝你们领证顺利 爸爸叫他最后一句 爸爸明天十二点 就是巨星口中 我是正式大乱的时候 狗男女能顺利领证才怪 刚出别墅区 我居然接到了我 两个员工的电话 问我是不是这次假期 连着国庆七天假一起放 我回头看了看 剩余的半车食物 回答他放 而且我还要给你俩发 国庆节福利 说爸开着车 去了他俩的出租屋 这两个员工 是我一个大学的学妹 不是本地人 立了业以后 就来了我的工作室 平时我过节福利 都发的比较多 他们俩的也没有怀疑 事到如今 就是在亲近的 人我也不敢直说 办车 吃的米面油和方便面 水果都有 省点够他俩都吃几个月了 我听水厂内部人员说 明天晚上开始停水一周 我和几星把最后一袋大米 帮他俩搬进出租屋 提醒到 你们俩的去多买点桶装水 浴缸水盆也都把水存起来 别洗澡都没水 见他俩硬了 我不敢回头 立马离开 开车领着几星去机场转了一圈 才带他吃完大餐 之后 我顺便又搬了几间酒回工作室 自从妈妈死后 就算我爸在 混蛋我都劝自己 双亲就剩这个爸爸 能忍就忍吧 其实几星说的都对 他哪里是当父亲的 看着亲闺女被人上单的欺负 无动于衷 真的不值得 就是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学妹 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律师自己跑 根本不敢救他们 我喝得醉醺醺的 搂着我的猫睡去 在睁眼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11点10分 就是今天记性口中的半个小时以后 我蹭了一下 站起来冲到落地窗前 看去外面车水马龙 还一片安静祥和 记心静静地站在我身侧 紧握住我的手问姐 如果一会末日没有来 你会怎么办 那你姐姐就破产了 我会握着唯一的至亲 这一屋子东西 不行 咱俩就开个小卖步吧 不管如何 姐姐都信你 果不其然 半个小时后 街道忽然开始频繁出现碰撞声 街上行人开始尖叫着撕散奔跑 有浑身是血 面色体轻的人 嘶吼着扑向尖叫的人群 宛如打不死 正不脱的野兽一般 撕扯着鲜活的生命 被撕咬过的人有的撑着 半个破碎的身子 向周围人求助 但没有一个人敢停下逃命的脚步 过不了一刻中 无论被撕咬过的身躯 有多么残破 变成丧尸后的人 都会像刚才咬自己的内人一样 冲向下一个无辜的行人 就像巨星说的人间恋雨来了 丧尸爆发了 不知是不是昨晚喝的太多 看着街上一孩子被撕碎 我捂着嘴就干我起来 巨星一把拽过窗帘 捂得严丝和缝 姐别看了 我摇摇头表示没事 理直支撑住自己 立马找五金店买个大锁 巨星在旁边阻止姐 你放心按计划 我早上就把24楼 25楼和咱楼层的楼梯间都锁了 电梯砸我也在22楼半停了 没想到 我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用 忽然我灵机一闪 CSL230 趁着混乱刚开始 电脑网络都还能用 我立马启动了3D打印机 这个时候自保最重要 其他的先放在一边 趁打印突击PM模型期间 我和巨星 把事先买好的乳胶弹簧 棕驴三合一床垫 一个个抵到阁楼和工作室门口 这玩意儿床垫虽然贵 但死沉死沉 而且可以抵挡一部分刀枪危险 再检查一遍工作室所有的门窗 入口物资数量 巨星我俩一起站在3D打印机前 取下第一把武器零件 组装起来 按上消音器 装上钢珠弹 巨星站在顶楼天台 朝天上的大雁 砰 砰两声随着那只倒霉的大雁缓缓落下 我知道我成功了 刚才装了消音器 还是很想 我拉着巨星快速逃离天台 生怕别人注意到 没事的姐都在逃命 什么声音没有 巨星反过来安慰我 没人会注意到我们的 这打印的突击 PAN火力根本连贯不上 精准度也不太行 巨星反复摸索着 这把枪就像是抹杀着未来 但他还是对它很满意 不过20发的弹容量 我们自保足够了 我还是有些害怕 巨星说 我俩上辈子一直狗着 根本没有遇上丧尸和恐怖分子 万一丧尸不怕子弹呢 特殊时期 必须万事小心 我再次确认 封好所有门窗 抱着精斗在电脑坐下 开始按巨星的经验 修改了一些突击梯 因电脑模型的结构问题 必须尽快开始打印第二把武器 下午两点 观察着旁边市政大楼的一举一动 武警来了 把市政大楼这条街围起来了 前面说了 我们工作室就在市政大楼旁边的小区 如此武警也把我们围在其中 最起码短时间是安全的 我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脑 卫星收起望远镜 给我连最新的新闻消息 这天就好像撒旦降临 全世界多地同时出现丧尸咬人事件 刚开始是发了疯的动物咬人 有人怀疑是狂犬病 被咬之后还往医院跑 在打疫苗途中 一遍直接沦陷了一整座医院 沦为丧尸后 会根据血腥气味 直接攻击下一个人 所以传播率极快 大部分人还是逃回了家 所以这回各个微信群都要爆炸了 但这视频号上 怎么还有人戴着防洞面具 穿得跟着机器人硬仰 去丧尸堆里跳舞啊 疯了吧 寄星我 咬昨晚就把电话卡拔了 这回看新闻 微信视频号依靠的不过是仅存的网络 我触控丑力眼 也不由得感叹 什么时候都有划众去宠的人 还有一把 把新娘推进丧尸堆里的新郎呢 爱情真他妈伟大 听几星无缘无故的提起民政局 我想起昨天 几度江说 今天要带那件女人去领证 以为寄星忠实担心父亲 便提议到你要是担心她 要不趁现在还有网 给咱爸打绿音电话 我担心她 我担心她死的不能再死 巨星慢慢抬起头 脸上殷情不定 满是愤恨 我甚至不懂 为什么我才12岁的弟弟 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难道是上一世的经历里 巨星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 姐一会第二把武器打印完 除了监视器 我们得把所有电源网络全部切断 巨星放下手机 郑重到末日降临后 我们发出去的任何一条消息 都可能是送死的通知 好我点点头 那我们就谁都不再联系 我只要我弟弟和我一起好好的 其他都不管 其前听我说完 冲过来抱住我 在我怀里无声的颤抖 哭吧哭吧 我拍了拍他的背 除了那天丢下一通电话 就消失不见的亡寒 这个世界上 我也没有再能信任的第二个人了 末日降临后的第二天 市政府大楼内忽然一阵骚动 接连的整个街区都停电了 还好 昨天第二把武器和部分空心子弹 已经打印完毕 这下停电后 工作室里唯一能联系 外面的网络也中断了 早上熬不不住的巨星 终于在我的要求 下回房间睡去 深恶的懒腰陪着我弟 在他一旁睡得正香 我给他俩盖上一点下凉背 不由得感叹 当小猫咪真好 这会是我值班 负责观察附近情况 屋内因为停电 还拉上遮光帘 所以格外阴暗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遥望鸟 透过细细的床帘缝隙 用望远镜不停的里外张望 说实话实在是太无聊了 政府大楼忽然停电后 所有人都在武警的陪护下 眼摆进出 还不停的有红旗轿车使进使出 周围街道经过昨天武警的处理 这会还没有丧失出现 所以会有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开着车往这个暂时的安全区赶来 如果不是我拿望远镜 看向远处街道 还是不停有人奔跑呼喊 血迹斑斑 我都要怀疑什么丧尸 什么世界末日 昨天一夜就消灭干净了呢 不过怎么可能呢 我这边正观察着街口 忽然听见啪啪啪的一阵敲门声 不是特别近 好像是24楼 我急忙丢下望远镜 回到监控室 画面上好像是800年不见的物业管家 在敲打24楼的内部人家 24楼就没住过人 也不知道他敲了什么劲 而且这个物业人员特别奇怪 敲了24楼之后 也没再往上走 四周看了几眼之后 就鬼鬼祟祟的离开了 这个小区很多人都知道 有许多政府人员 在这里置办灰色房产 我往加班来这里住一次 平时根本没人 我楼下的24楼和25楼 就是这个情 换我当时找着点做工作室 就是因为这个安静 好熬夜做图 当时购买了针孔摄像头后 我就在24楼和25楼的电梯上方 和消防楼梯间安了几个 万一有危险 这所有的必经之路 都有监控和机星 收到危险信号 也好及时应对 刚才那个物业鬼鬼祟祟 从电梯间上来 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弟把楼下的两层楼道门都锁了 爱丁烧丁的看得眼疼 我看看监视器上的时间 12点多 早都该吃午饭了 本来前所未有的紧张情绪 压抑的我一点食欲都没有 但想想机星才12岁 正是长个子发育的好时候 总不能几年后危机过去 我弟变成个猪肉个子出去吧 会找不到女朋友的 我把电炒锅搬到监控室来 又跑到阁楼上去 找了一些食材 鸡蛋最容易坏 就算现在放在冰箱里 不出三个月 也得全部发臭发烂 所以当然最先吃它了 我这一边盯着监控器 一边打散倒油 无议会 一盘香喷喷的青椒炒鸡蛋 和一盘西红柿鸡蛋 就已经都做好了 这已经是我完成度 最好的两道菜了 再从电饭包里 盛出香喷喷的米饭 我都不禁胃口大开 我正准备叫巨星起床吃饭 忽然外面一声巨响 好像晴空霹雳 差点没把我手里的碗吓掉 怎么回事 巨星和金豆都被吵醒跑了出来 金豆甚至被吓了炸锚 到处一通乱跑 好不容易被我抱在怀里安抚巨星 我俩挤在窗帘缝隙那里偷看 本来武警把守的政府大楼内部 好像发生了不知名的小范围爆炸 政府大楼内部 人员开始从大楼内四处逃散 空气中弥漫了一股腥臭的味道 顿时吸引来了一大批丧尸 武警开始举起手中的防暴盾和武器 和丧尸站在一起 但人的蓄露之躯 怎么和怪物搏斗 更何况这些丧尸还没找到他们的弱点 很快便有武警落败 被咬后又变成了丧尸 去撕咬原来的同事 不意会丧尸就突破防线 开始攻击大楼内部人员 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 大楼里面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爆炸 我也不知道 巨星问的声音很小 我也回答了很小声 声派引来什么 可能是刚才进出政府大楼的车辆 有问题我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幕后绝对有人操控性的攻击政府大楼 如果不是刚才那声爆炸 引起人员伤亡 吸引了丧尸 情况哪里会这么惨烈 究竟是什么人或者什么组织 如此丧心病狂 罔顾这么多条人命 也要制造恐怖袭击 就不得而知了 恐怕这也是我和巨星操心不了的 随着事态发展 丧尸越来越多 政府人员虽然也有一些开车逃走的 但谁知道他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这些武警官兵本来日夜颠倒 保护着这一方街道安宁 谁知道 却在他人利用下 变成这些怪物的一份子 早上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驱车赶来 这会恐怕已经成为丧尸的家餐 阿星我们也要赶紧想办法自保 这丧尸太可怕了 巨星回过头 沉吟了一会 说其实姐刚成为丧尸时还是理智的 你说什么 巨星把窗帘拉下 你帮我上辈子被咬过一边后成为了 丧尸所以我知道 刚一边那时候是有理智有意识的 但是成为丧尸后 可怕的是身体根本不受控制 只想咬人 咬人巨星越想越难受 这话说得双眼通红 我连忙扶住他的坚定 那你知道丧尸的弱点吗 看外面这场景 周围丧尸只会越来越多 小区沦陷 称死也就是这两天的事 我们这待在家里也是坐以待毙 姐 就算我们跑出去 就不是自投罗网了 巨星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安慰我冷静 可是看了刚才龙下的场景 所有人都冷静不了 我甚至有些后悔 扔掉手机卡 这回和外界一点联系都没有 什么消息也接收不到 上一世我们在别墅区 没有这么快 遇到这么多丧尸 巨星看我还是害怕 从我怀里接过猫咪 把突击枪塞进我手里 安慰我 你别怕 最起码我们这次有武器 这几天咱俩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就算恶心的吐出来 也要继续看下去 一定一定要找出丧尸的某个缺点 然后保护我们彼此 我看其他灾难小说 灾难往往都是一个星期后到达高潮 人们往往因为食物的消耗 而大胆出去逆食 没想到这才末日降临后的第三天 楼下就因为不停的丧尸 人类厮杀已来了失潮 计划的是我和几星每四小时换班一次 但实际上我们两个都因为过度紧张 根本睡不着 不敢开窗 无数的嘶吼和惨叫听的人心打战 我们两姐弟说话都不敢大声 这丧尸太多了 但又好像没有什么脑子 只是凭本能在不断的前进私养 因为小趋势三 你多高的铁门 这些丧尸只能成群结队的 不断撞击着铁门 根本没有任何翻阅的迹象 但他们力气大呀 好像追逐速度也不慢 我盯着被他们撞击的大铁门 这铁门早就生锈了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我们都明白 一旦铁门被撞开 这个小区所有人 简直是羊圈里带宰的羔羊 让怪物厮杀 政府就对我们不管不顾了吗 我摸摸几星的头 主要是失发地太多 太突然 不然每次地震 不是那些军人的步伐最快 我们也许也可以等来救援 但是我们也被尽量自救 几星点点头 他这几天只要是醒着 枪都紧紧抱在怀里 重生个记忆 还是给我的弟弟 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重生对阿兴 你说过你上一世一遍之后 被方强他们捉住 绑在了地下室 成为丧尸后 按说力大无穷 你怎么会被捉住 几星愣了愣 说我不是成为丧尸后被捉住的 我是被咬之后 一遍过程中被方强捉住的 一遍过程中并没有多大力量 他捉我 我也想跑来着 但我不小心摔倒了 摔倒了 我忽然灵光一闪 也许巨星不是不小心摔倒的 人在死后 血液必然会停止流动 身体也会逐渐僵硬 所以才会摔倒 我连忙吩咐巨星阿兴 你在观察楼下的尸群 注意下 那些被踩在其他丧尸脚下的丧尸 还能站起来吗 如果不能 那我们可以做些事情 最起码延缓丧尸的脚步 几星点点头 提醒我到另外一节 别墅那边的监控你看过没有 如果那母子还活着 会不会还像上一世那样伤害我们 我去看看 基辛提醒的对 我们不能忽略每个坏的可能 我回到监控室 第一次打开别墅的监控 转了一圈没发现人 我的怀疑已经无人生还了 谁知道下一秒 别墅大门就被人暴力踹开 又被暴力关上 摄像头按在别墅一楼的客厅角落里 下一秒 方强居然绑着一个女生出现了监控里 这混账居然没死 暴力拖拽着女生头发 让那个女生如何挣扎 一把把人家推翻在沙发上 方强嘴脸猙獰 很快就附身上去 开始胡乱撕扯的女生的衣服 混乱中我发现 这根本不是那天遇到的 和方强一起的女人 是个明显年纪很小的女生 虽然听不到声音 但依然可以看见 女人从愤怒的反抗 到身为巨下的哀求 可惜都挡不住方强的兽性 我草这个禽兽 外面有人 为了保护他人献出生命 方强这种人渣 却趁乱绑架他人 不惜犯罪来发泄 受与巨星听见我的声音 过来查看 我来不及遮挡 巨星已经看见监视器上 两条白花花的身体 我弟才12岁啊 不会长真眼吧 我慌忙地关掉监控 再看巨星已经合下眼帘 结我们报警吧 这个人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怎么能放任 这种人渣为所欲为 他应该死无全尸 说完这句 我俩都愣了 如果在平时我俩已经报警 能拯救那个可怜的女孩 但是现在 谁还能在乱世中 维护仅有的公平 所有人都自身难保了 我再也控制不了 失声痛哭起来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那个无辜的女孩 楼下丧失遍地 外面人性灭绝就算 能侥幸活下去 去到外面 一个女性还能能尊严 性命两全 姐巨星冲过来抱着我姐 你别怕我一定保护好你 别说有我们的半车物资 短时间内 可禽兽不会再去其他地方 祸害其他人了 但是凭什么 凭省这人渣短暂的安生 要用一个无辜女孩的尊严和真结来换 如果我和巨星没有躲进工作室 那么那么 现在被霍霍的 该不会是我 无数个念头 飞过刚才巨星的欲言又止 说什么令人渣 不是第一次 我咬紧牙齿 但恐怕上一世的记忆中 我也不是直接被推进丧尸群 这么简单吧 我紧紧抱住自己 一时间心乱如麻 巨星的声音在我脑袋上方向起解 我刚才观察到 摔倒的丧尸 很少有人自己站起来的 有的是靠本能在蠕动 打起精神来啊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啊 夜晚凌晨一点 在最浓厚的夜 我和巨星拎着几大桶食用油 拖在24楼 往上所有的楼梯间电梯出口 巨星不放心 甚至在地上洒满了图丁 还埋伏好了锋利的风筝线 这样一方面干扰气味 一方面 也可以限制他人 接近工作室的速度 虽然我和巨星这样计划 但至于到底有没有用 估计只有尝试过 这些陷阱的倒灵丧尸 才知道末日来临的第四天 丧尸推倒了大门 不知道小区里 其他人在干嘛 我和巨星轮流 观察着下面的丧尸群 随时戒备着我们 三号楼隔壁单元门锁坏了 撞击不开 其他单元门的丧尸 开始成群成队地涌进去 猎杀整栋楼的生命 但其他单元楼里的 羊们根本不敢出去反抗 只能近代屠杀 整夜的惨叫声近在咫尺 我和巨星一夜未眠 末世来临的第五天 所有网络断联 但是我们等完了救援 政府估计也发现了 原来是正大楼旁的丧尸群 居然没有放弃 我们派来了军用救援直升机接人 巨大的螺旋桨 划出破风声 在所有人耳朵里 就是充满圣光的救赎和福音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军人探出头来 拿着广播喇叭 召集某某小区的46位居民 不要害怕 不要惊慌 直升机将会依次救援大家 前往安全区 每架直升机一次 只能和在十人 请老若并残先走 其余居民在单元顶楼 耐心等候救援 有人听到第一句话 就开始疯狂欢呼 丝毫不再担心 声音会引来 昨晚刚刚验足的丧尸 我都能听见 楼下开始响起人的脚步声 好不容易看到什么希望 普通人都会疯狂 他们怎么算了46个人啊 七星听见后哭笑不得 我想了想 那天监控里鬼鬼祟祟的物业 也许是我误会了 它是统计人数的 那我们没在这统计名单里面 要不要也去天台等着 我隐隐担心 就害怕动静太大 引来丧尸 算了我们物资这么多 等等看吧 不行最后一批走 可惜我们两姐弟等得起 别人等不起 一号楼和二号楼的楼顶 迅速就出现了 拖家带口的人们 有的抱着小宠物 有的拉着行李箱 我们三号楼隔壁单元 昨夜无人生还 我的工作室 是这个单元的顶楼 按说如果有幸存者 想去天台 必须进过我家 但根本没有人 来敲我家门机 新换了另一侧的窗户 举着望远镜观察 这人数不对啊姐 刚才广播上说 有46位居民 可我看这两边加起来 绝对不止这个数 我实在饿得顶不住了 咬了一口手撕面包 可能有人害怕危险完报了吧 我先去收拾一点细软 等大部分人走完 我们赶最后一趟去顶楼 几心听了也没见说话 只是继续观察着 隔壁楼的撤退情况 谁知才没一会就叫我过去 姐快来 出事了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 拿着另一个望远镜 也蹲在窗前 二号顶楼 不知因为什么事情 一个居民抱着孩子 和下飞机协调的军人 发生了冲突 其他居民陆陆续续 带着大包小包行李 不停地爬上救援梯 登上救援直升机 眼看这趟飞机要走 抱孩子的那个居民 居然推了军人一把 自己爬上了救援梯 把下飞机救援的军人 留在了原地 我靠还能这样呢 机械看忍不住抱粗口 那边被留下的军人 隐约在大声呼喊什么 估计是让超载的那人下来 没想到他身后的居民 居然有样学样 有几个个子高的男人 趁飞机还没飞高 居然一个个也跳上救援绳 他们疯了吧 我真佩服这些傻大胆们 救援机也是有何在重量的 被救的居民 带上乱七八糟的行李就算了 这几个大男人 还敢这样爬上救援梯 是真不要命了 姐恐怕他们就是太洗命了 我们姐弟因为有多层的真空玻璃疯着 听不太清 外面在喊些什么 但他们闹出这样的动静 楼下的丧尸群 当然按满不住 开始一起在 二号楼下撞击 这冲击力不亚于低级地震 这下子彻底乱套 谁都不知道 楼下的丧尸什么时候会冲上来 一会是把楼推塔 是丢下被饿死咬死 还是被救援机尽快带走 这道选择题 仿佛毒蛇的诱惑 放在普通人面前 让这些人都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天台上剩余的人们都开始慌了 一个个不要命似的 像已经空中飞了多高的救援梯扑去 有两个幸运 还真的抓住了救援梯的底部 有几个倒霉弹 救援梯没抓住 直接扑到了楼下 成了下面几百个丧尸的馅饼 那位军人急得直跺脚 拦下这个 拦不了那个 救援踢上了几个人 也不是成龙李连杰 谁的生活是动作片啊 最下面的人就手一滑 直接从高空坠落 救援机本来就超负荷了 这么多重量 这回驾驶舱里 又好似发生什么争执 望远近望去 一个老太太 居然在争夺飞行员的方向盘 这是平时被人的一尊老光坏了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抄载的救援机 直接一边倒的冲向斜下方 和另一边的一号楼一角撞击在一起 轰的一声 爆炸了顿时隔着在后的防弹玻璃 也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 我和巨星匍匐在地 紧紧护住对方 这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燃烧声嘶吼声交织在一起 这部极其惨烈的无声电影 顿时开了最大声音 直接把我拍晕过去 梦里所有急切猙獰嘴脸都消失不见 再次醒来 我是在工作室自己的床上 天边云彩血红 好似美丽的夕阳 如果我不回忆晕倒前极其惨烈的一幕 也许真的会以为那是美好的夕阳 急性将我睁开眼 忙扶我起来 为我喝水 我看他眼睛红肿 明显是哭过了 刚刚才直升机爆炸了 我都觉得回忆里荒唐的简直不可思议 我等于会能怎样呢 机星鼻子一红 摇摇头姐 不是刚才 你已经晕了一天一夜了 今天是末日第六天 第六天我觉得我声音颤抖 那些人得救了吗 机星摇摇头 又点点头 二号楼的救援机刚起飞 就发生了爆炸 一号楼那家救援机躲开后 安全离开了 但是没有再回来过 我本来还想问 二号楼救援机上的人呢 那些没有二号楼盛业的居民呢 还有那个热心着急的军人呢 但弟弟说 一号楼救援机飞走了 没有再回来 为什么不再飞回来 同伴不是还在吗 难道是因为他们认为 这里这个小区 已经没有活人可救了吗 姐幸好 我们和爆炸的一号楼之间 隔着二号楼 我检查过了 反正一切都好 连窗户也没有破损 机星努力挤出笑容来安慰我 但对上我空洞的眼睛 他又低下头去 已经尘埃落定了 末世来临的第十五天 我坐在客厅的观察点 一边观察一边画画 那天过后 除了我们姐弟 这个曾经的安全区 无一人生还 一号楼爆炸燃烧后 像是个被烤糊的玉米棒子 只剩下三分之二 无数丧失在楼下啃食 剩余的残尸 到处都弥漫了一股 烧焦和腐烂的气味 让人闻到一点就想吐 而且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这种可怕的气味 都久久不散 我和机星不到万不得已 根本不敢开一点点窗户 好在随着时间流逝 这里一直没有生人的气味 楼下的残尸越来越少 楼下的丧尸群也不再聚集 他们慢慢离开这里 去远处寻找新的猎物 现在楼下只剩下三五只丧尸在游荡 街道上空荡荡的 仿佛一座寂静的鬼城 值得庆幸的是 最近太阳很毒 我和机星的电 除了维持正常的冰箱运转 用电炒锅做饭给电子树充电 运转跑步机等 每次运转一个电器也是够的 直到是因为最大的危险已经经历过 还是日子久了习惯了 我和机星慢慢的都不再弄警惕紧张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空洞和迷茫 为了缓解负面情绪 我俩放哨时也开始做些其他事情 那天观察车离的侧窝被我关上 再也没有打开过 我真的无法只是那天的所见所闻 反正七星我俩是轮流睡 就基本用在了同一个房间 因为每天活动范围很少 我们俩吃的也不多 都是挑那些容易坏的蔬菜粮食来吃 水太珍贵了 只能用来喝 我们俩的计划 每天一人只能喝500毫升水 和吃一根汪汪碎冰冰 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 衣服能不换就不换 尽量也不去用水洗 如果要洗脸擦身体 就用单片装的湿巾 我俩也不敢多用 三天用一片擦脸擦身体 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两个实在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 今天中午吃的是青椒鸡蛋拌面 是急性做的 他无聊的跟着提前下好的菜谱学做饭 居然出奇的好吃 我吸溜着弟弟做的面 居然吃出一种原来 妈妈的做的拌面味道 大概是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妈妈吧 末世的第30天 我决定像一只咸鱼一样躺平 因为40度的高温 我和季青没有吃午饭 早餐喝了一袋酸奶 中午一人吃了一桶香草味的冰淇淋 每天只喝一瓶水 实在是太渴了 我真的忍不了 我和季青算了一下 我们俩那一个月只喝四桶水不到 其实光就我俩的桶装水储备量 就够喝两三年的 更别提其他饮料 所以我今天准备放肆一回 煮半桶酸梅汤 放在工作室的双开门冰箱里慢慢喝 我弟最近好像也不再能沉默了 还会跟我开玩笑 你会煮酸梅汤吗 别最后直接一碗 汤把咱俩都堵死 咱俩直接切好重生 再来一把 我看见他笑眯眯的模样 就想起从前 其实季青原来就是个阳光爱笑的孩子 我去阁楼的冰箱里 扒出来一包配好的酸梅汤料包 再加上半瓶糖桂花罐头 这玩意儿还需就剩下煮了 还有什么技术含量 午饭后我和季青换班冰烧 我直接躺在地板上 喝着冰镇酸梅汤 虽然还热得全身都是汗 但最起码没有那种闷热到窒息的感觉 雷星坐在我旁边 一边夸着我的酸梅汤不错 一边跟我报告解 从东街那边来了一辆木马人 去了咱西边的那个小卖部 这是失朝退散之后 第一次有车开过来 有人来我一个翻身起来 赶紧跟他一起去看 那辆木马人 显然是私家车 停在了一个烟酒小超市里 前步一会 从车上下来一对雪王 哈哈亏他们想得出来 身穿蜜雪冰城 雪王玩我服的一对夫妻 还是好基友 鬼鬼祟祟的撬开烟酒超市的门后 钻了进去 本来我还挺期待的 好久没看到过活人了 谁知道看那两个活宝 对比之下 还是基辛更感兴趣一点 这是不是原来 你家奶茶店的老板啊 能想到用厚重的娃娃 顶攻击 掩盖气味也是神人啊 但这种四十多度的天 穿成这样 真的不会闷死在里面吗 我吸了一口酸梅汤 感叹已经一个月了 正常人的物资储备 早就吃光了 人味才死 鸟味食王 为了活下去 这种失朝的原发地也赶来 但我知道 那个烟酒小超市 早在末日第二天 就被人抢劫过了 没想到 他们真的找到东西了 基辛看了一会 兴奋地回头 他们搬了好多快递回车上 那可以啊 我再次提起兴趣跑过去看 那小超市 原来还兼做笨鸟一战 附近街区的快递收发都在那里 说不定他们能从快递箱里 找到食物和生活用品呢 只见两个血丸玩偶 不停地搬运着 大大小小的快递箱子 但是好不容易回到车上 就有周围的丧尸 慢慢围了上来 我和巨星也不由地 替他们紧张起来 却没想到木马人启动后 来了一个鬼故事的神飘移 一把把两个丧尸压倒在地 然后又像碰碰车一样 蛇行走位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我望着这辆木马人 奇怪的前进路线 转头问巨星 刚才他俩就是这么横冲直撞来的 巨星还点头称是 我在内心 OS我操 这两位血王 大大不会根本没有驾照吧 但不管如何 还是 希望他们能从快递箱里 找到一些物资 好好活下去 末日降临的第60天 我已经连续半个多月 没在附近街道 见过任何火车火车了 已经是12月了 天气总算是冷了下来 我和巨星换上了长袖睡衣 和毛衣外套 再也不用满身都是汗的日子了 我发现 自己现在真的是容易满足 相较于前段时间极端炎热的天气 丧尸们行动缓慢 天气变凉 丧尸们也多了起来 又开始重新没任何夜里游荡 我和巨星只好打起精神来 重新紧闭值班 不过经过两个月 我们两个已经养成了生物中 只要到了自己值班的时间 精神异议里 一点都不瞌睡 我身边在值班的时候 开始一边撸猫 一边看起初中时看过的言情小说 什么天使剑萌萌号 这小伙真帅 当初看起来让人脸红心跳 表白对话 现在看都能扣除有你的三十一听 说实话 什么帅气笑草酷炫笑吧 我觉得都不如两瓶椰子水来的解谜 实在末日来临的第七十天 今天早上 我不是因为生物中醒的 而是被直接冻醒的 我想起同物姿石看到的那个帖子 原来以为四十多度的高温 就是那个帖子中的极端天气 今天才明白 这种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地区的 极端寒冷 才叫极端天气 一夜之间 温度计上 直接跌破了零下三十度的最低温 实际温度估计还要低很多 天上下着婴儿拳头大小的冰雹 和大片的雪花 巨星本来想打开一个电脑风取暖 却发现因为极端天气 太阳能发电板也停止了工 做这下好了 冰箱不用插电 也可以冷冻东西了 没有暖气 没有热水 我们两姐弟一人贴了两张暖宝宝 两人一猫 共同裹在三层被子里 这个时候的筋豆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温暖柔软的皮毛 致于人心的呼噜声 因为没有电 中午我们两个 拿出了一只没有舍得吃的自热火锅 加热期间 还帮筋豆热了一个罐头 这种天吃常温的东西 估计猫也要冻死 很幸运的是 泡过加热包的水是热的 我和季青 把他们小心翼翼地倒在一起 实在下不去嘴盒 最后做了一个暖水袋 算是唯一一点温暖的慰藉 末世的第八十天 冻死人的天气 终于又在一夜之间飙回三十八度五 庆幸太阳能发电板又坏 又开始了工作 很庆幸前几天掉落的冰雹 没把天台的储水盆砸出窟窿 而且因为气温回升 储存的血水融化了 我和季青开动了两台净水机 几乎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洗衣服 其实就是简单地把穿过的衣服 放进海丢丢洗液的血水里抛一遍 甚至最后 季青还用净化完没用的水 简单地擦洗了一下 但我既舍不得用干净的 可以饮用的水洗澡 又害怕血水洗完 自己会不会出现什么病 毕竟男孩子和女孩子生理构造不一样 我最终只洗了洗头发 末世第一百一十天 我发现了极端天气的规律 极端的热二十天 缓冲十天 再冰天雪地十天 巨星说可能是汗拔神轮流上岗 这样折腾下 我观察到街边的树木花草都死了大片 我和季青天热的时候存电 天冷的时候存水 就像大自然的水电搬运工工种 丧尸们在温度适宜的时候出去吃人 温度极端的时候 回到附近游荡 让我想起上学时摆烂的自己 说起上学 我发现了打发时间的好活动 学习和做卷子 当然不是我做 是我充当老师 我低级星座 我告诉他 少年人不能因为世界末日就放弃学习 万一未来重建还要靠你 我低白了我一眼说 拒绝泪卷 从我做起 但他还是看起了历史书 真是听话的好孩子 卧室来临的第一百六十多天 我也算不清楚日子了 这种极端天气的轮番煎熬下 我发烧了 我翻出家里的抗生素和菠萝分吃下去 只觉得脑袋沉重的头都弹不起来 我的猫还把头和爪子压在我身上 我一边觉得暖和 一边觉得喘不过气 其实生病是必然的 我和记性被困在这个屋子里五个月 没有网络 与世隔绝 除了游荡的丧尸 就算用望远镜 也极少能看见活人 我俩从来都不敢拉开窗帘 发出大的动静 我更是提不起任何性质 缺乏运动和阳光 精神也总是高度紧张 更何况根本也睡不好 昏昏沉沉见 我梦见了很多人 王涵两个可爱的员工 别墅去的邻居 阿姨去世的妈妈 甚至是冷漠地看别人欺负我的极度僵 我恍惚间想起 大学哲学老师说 人类是社交类动物 我当时还反驳说 年轻人很多社恐都是反社交的 现在想想 如果不是我姐弟两个相互扶持说话 恐怕我早就疯了吧 末日来临的第二百多天 我终于还是熬过来了 我觉得 自己病了好久好久 整个人都萎靡了不少 相反 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里 地巨星虽然轻瘦很多 但也长高了很多 昨晚好像地震了 因为地处中原地区 很少有震感 但是昨晚地震时 月色赤红 丧失嚎叫 巨星说 残缺的一号楼摇晃得最厉害 地震过后 我俩清点物资 家里多日不用的掉灯 劈里啪啦的掉了两根灯管 阁楼上的一堆物资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倒在一起 还好有指向缓冲 问题不大 但接下来一边防止余震 一边收拾物资 也够我和弟弟忙了 我以为我和巨星也就这样了 被困在这工作室里 被这个世界所遗忘 但没想到 还有人记得 这个市政大楼废墟 地震后的第二天 我在睡梦中 被巨星提醒姐 有两辆大吉普来了 大吉普我第一反应就是 难道有过路军人来这里修整 那我和弟弟 岂不是可以借机求救 我们两姐弟 立刻冲到客厅的窗边去看 的确是有两辆吉普车 横冲直撞的开来这街道上 只不过不是来我们小区 是开进了隔壁的 废弃政府大龙院内 这好像不是军用车呀 巨星一边不断调整望远镜 一边跟我说 对我在旁边应声 如果不是军人 还能在乱世里大肆游荡 恐怕他们来着不善 厉惠功夫 两辆大吉普上下来将近十多个人 其中还有两个一拳一拐的伤员 虽然有几个人 也都穿着迷彩服 但明显形质不同 他们几乎人人手里都有武器 有的拿棒球棍 有的拿砍刀 其中有三四个 手里还拿着枪 他们肯定不是军人 毕竟真正出任务的军人 怎么会一边举着枪 一边搂着身材妖劳的女人 就怕他们是一群撑乱士 抢夺了哪里武器的犯罪分子 虽然他们现在只是驻足在 废弃的政府大院里 但政府大院和我们藏身的三号楼 几乎只有楼下的一墙之隔 他们可比楼下三两成群 游荡的丧尸 危险多了 安心你瞧瞧 打开一点窗户 一点不要让他们发现 巨星我俩几乎是停不住呼吸 把许久未开的窗户 打开了一点缝 来看听外面那群人的谈话情况 只是在观察 巨星拍了拍我 焦急倒戒 你看那个红白外套的 好像是方强 方强那当位极度将的一耳光 那羞辱的谩骂 那监控里禽兽的虐行 几乎是一瞬间 唤起了我全身的力量 一旁的巨星 更是恨得牙痒痒 他妈的怎么还没死 祸害一千年 这是一点都没错 说完这句 巨星居然放下望远镜 就抓起了一直在桌子上的突击枪 我强压住怒火 努力让自己平静理智一些 阿星老天让我们再遇见 也许就是让我们为上一世报仇 我死死抓住巨星的手 盯着这个唯一的亲人 他们人太多了 就凭咱俩这打印的别角武器 直接冲下去 就是送人头 我们两个这几天一定要好好观察 好好去想一想 该如何报仇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让方强活着离开 接下来 我和急性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盯着这群人 从他们肆无忌惮的谈笑声探听到 这伙原本就是城里地下黑社会 赌场放高利贷的人 因为意外得到了一遍的压 送车警员的武器 已经抢劫了好几户有余粮的人家 和仓库 他们也发现了丧尸僵硬的弱点 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可以说在这末世是恶霸级的存在 只是最近 被上面打击丧尸的特战小组盯上了 昨天又因为地震有人受了伤 藏身的地方已经不安全 才趁着这天气比较好的几天 流窜到这个失潮灭绝过的无人区 观察时我一直觉得 他们里面唯一的女性看起来眼熟 她一直被看似头领的人搂在怀里 却好像和其他人都不太熟悉 而方强在这群人里面 简直就是对剥削的最低存在 挨骂挨打 还要料理他们所有的粗活 完全没把她当人看 更别说是他们里面的一份子 看了我和季星心里别提有多爽 我甚至有些怀疑 这些人不会是方强劫了方强吧 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杀掉她 比如方强献上粮食 再比如是方强献上的那个女人 这群强盗 已经在政府大陆院里待了两天了 可能是忌惮 这里发生过惨无人道的失潮 居然没有进行搜刮 我和季星都有些等不下去了 就害怕他们休整好就离开 报不了仇 但可能是我比较懦弱 还在犹豫是否要为了报仇 把我和弟弟都搭进去使 回来了 方强总要为她的贪婪付出代价 这天晚上 趁这群人大多数都在熟睡 只留了两个人站岗时 方强鬼鬼祟祟地拉过那个女人 就往政府大楼 和三号楼之间的怨强而去 但女人的挣扎 再加上方强熟悉的五嘴 加背后拖拽的动作 一下让我想起了 当初监控里画面真他妈禽兽 我连忙摇醒一旁一眼的巨星 让她继续盯着 集中生智 我脑海里迅速计划了一套报仇的方法 虽然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为了复杂的人性 我还是决定赌一赌 我迅速翻出原来买的无人机 和前几天刚用过的银妈金 这玩意儿女性避免不了 没办法天台上一个大垃圾桶里都是 把几条充满血腥味的银妈金 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挂在无人机上 然后巨星迅速遥控无人机 绕着二号楼飞了一周后 以极快的速度飞向方强 还好来得及救着女人 方强这人渣 害怕被那群人发现 行事前还在四处张望 我家楼下徘徊的两个丧尸 在这群强盗严防死守下 已经好久没有开婚了 这会顺着浓厚的血腥味 也以极快的速度 跟着无人机前进 方强也没想到 在这无人区竟然能从天而降 驾无人机呆愣了一瞬 下一秒便被追上 丧尸吓了一跳 方强立刻起身夺命而逃 但说巨星操控无人机 一直围着他转 就说这丧尸的速度 也根本不是他能跑得过的 几乎没跑几步 惊醒了那群强盗 那个女人因为被吓得不敢动 反而逃过一劫 巨星也不敢停留 操控无人机 向我们所在工作室的 反方向掠空而去 无人机不要了 能让他往反方向 飞多远是多远 但我还是觉得 那个女人有点不对劲 还站起身来 没有逃命反 而盯着那两个 正在饱餐的丧尸看 随后又抬起头看了看 我汗毛直立 就害怕他发现 操控无人机的真正方向 下一秒枪声惊起 那个强盗头子 挡过来护住女人 对着两个丧尸一枪抱头 随即就有下属拎着砍刀过来 像割草一样 把两个丧尸头和腿割下来 工作室里 巨星拉着抖入沙坑的 我又看了一会 确认这群左过右分的强盗 应该没有发现我们姐弟 这才扔下无人机遥控器 我几乎是跪在窗边 泪流满面 长出一口气 终于终于 终于杀了方强 报了我们姐弟上淫世的仇 但巨星提醒我 事情还没完 我以为 方强已经被凶恶的丧尸 分而失之 没想到过了两分钟 少了胳膊 身上被咬的七零八岁的方强 又站了起来 姐方强一变了 巨星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们姐弟俩高度紧张 楼下那群强盗 围着一变过程中的方强 反而嘻嘻哈哈 甚至有个蓝衣服的强盗提议说 听人吃了正在一变中的丧尸 可以产生抗体 哈哈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 听见这句话 估计是回忆起前世的巨星 脸色变得惨白 下一秒就有另一个强盗复合 哈哈 我看挺好 老子也好久没开婚了 这他妈真是震惊我三观 那群强盗接下来的行为 简直令人发指 他们烧起铁锅 像玩弄一只蚂蚁一样 一刀地砍下 正在一边的方强胳膊 又削下方强大腿上了一块肉 然后一起扔进沸腾的热水里 那只胳膊还带着手 就那样搭在铁锅边上 看了我一阵反胃 我连忙去拉旁边 那巨星是一弟弟别看了 谁知道抬头看去 巨星在旁边看得又哭又笑 他捂住自己的嘴 明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但那几乎是接连杂落的泪水 表达了他所有无法外放的情绪 我再次想起 巨星刚重生时 一句带过他自己的前世死因 也许方强就应该是这种下场 才能让巨星从前世中解脱 楼下方强这次被拆解的支离破碎 那群强盗还不知从哪掏出了酒 围着那口锅大声谈笑 好像吃的不是刚死的同类 而是什么绝世仙丹 事情发展至此 我和巨星终无遗憾 谁也没兴趣再看那群强盗 让人反胃 马上就要黎明了 巨星我们几乎是不眠不休的 盯他们了两天两夜 现在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下 我们两姐弟靠在一起 终于放松了片刻 本来在卧室睡觉的金豆也醒了 踩着猫布出来寻我 我等他走近 把我的小猫咪抱在怀里 真是未急 巨星倚着我靠了一会 他碰了一杯 想想那群强盗的锅 我真的佩服己心的心理素质 越发坚韧 他居然还能吃得下去 薯片还是意大利香 浓红会味的 我爹和金豆吃薯片吃得正香 我揉揉眼睛 准备再继续盯着那群强盗 原本我害怕他们带着方强离开 现在却巴巴了他们赶紧走 天已经微亮 桌子上的表显示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这些强盗喝了酒 开了婚 这会挣酒足饭饱 站在铁锅周围的空地上酣睡 就留了那 个女人和一个颠铁刀的强盗职业 今天我真是开了眼了 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行动 是急如风如闪电 有三次人像开了隐身挂一样 快速从我们小区里 一个纵身翻墙 进了政府大院 然后这几个人互相打 几个哑巴手势 就偷摸摸到那群强盗 周围有两个人手起刀落 直接把两个强盗抹了脖子 把我看了都忘了呼吸 我草为了默认生存 现在人都战斗力这么强了吗 我都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进的这个小区 这和我鸡脖子有什么区别呀 我和巨星要是跑出去 这不得跟点兔子一样容易 那边直搬的强盗也不是吃素的 发现了他们以后 直接拿枪射击 其他强盗立刻醒来 拿起武器和他们拼起命来 一时间枪生四起 本来在吃薯片的巨星 这狗居然爬了起来 我去解 这怎么回事 我一把把他拉下来 别看了大鬼打仗 小鬼遭殃 谁知道这熊孩子好奇兴起了 一点都不害怕 还在那问我 这几个人身手好好啊 该不会是什么特战队吧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只想保存自己和弟弟 我把巨星拽下来 合上窗户 隔绝了一部分打斗声 甚至把书架上的言情小说 塞进巨星手里 按着头让他去看 外面的枪声 大概响了不到十分钟 最后在一声短促的爆炸声中 结束了战斗 等外面枪声停下 巨星丢下书又要站起身来 我连忙拉住他 拿起望远镜观察 那群强盗横横竖竖 都死在了原地 而袭击他们的四个人 只有一个倒在地上 其他三个人几乎毫发无伤 这惊人的战斗力简直爆表 结果觉得他们真的是军人 巨星在旁边兴奋道 闭嘴我看报完仇之后 这熊孩子真的是太放松警惕了 这回楼下几人正围着 躺在地上的同伴 一辆远一点完好的机普车后 却钻出来一个女人 是那个背方墙拖到墙边的女人 楼下的这几人 不像那伙强盗一样 爱好大声嚷嚷 他们说话的声音实在很小 我和巨星根本听不到 他们在讲些什么 只见过了几分钟 他们把一些乱七八糟的阻挡物 拦在政府大院门口 又把伤众倒地的同伴 搬到政府大楼阴影处 在他周围放了一些阻挡物 然后三个人开上那辆完好的机普车 带给那女人直接离开了 那些军人走了 巨星还在拿着望远镜小声的喊 我直接打断他 什么军人 你见过有军人扔下同伴不管 着急忙慌地把一女人带走了吗 楼下刚才那么大的动静 那大院门口的一点杂物 能阻拦丧尸的脚步吗 我没好气地翻了白眼 推着巨星催他去睡觉 危险都解除了 你也该去休息了 小心不长歌 巨星还想说什么 对我直接推进卧室里 熬了两天 这熊孩子不困才怪 上一秒还在喋喋不休的巨星 几乎是沾床就睡 我打哈欠 把剩下的冰可乐喝完 打算等四个小时之后 再叫巨星起来接我的班 其实我有点撑不住了 但昨晚一夜发生的事情太多 我的大脑只会异常兴奋 喝完冰可乐 睡意消失得差不多 我又拿起望远镜观察器 那个重伤在地的男人 毕竟除了死光的那群强盗 这是我近期以来见到的唯一的男人 虽然他浑身是血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不远处还有慢悠悠游荡过来的丧尸 只要闻到血腥味也会扑过来 我显然想错了 当我烧上一壶热水 漆了一包黑芝麻糊 又慢悠悠喝完后 那个男人居然醒来了 但他显然伤得不轻 醒来后也只是慢慢地撑起上半身 只是挪了两腹 靠在柱子上 并不动弹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 周围的丧尸 这会像是鼻子失灵了一样 明明一都用过的女性用品 就能引着丧尸追去跑去 这会这人满身是血 躺在那股洞 那些丧尸 却好像什么都没闻到一样 在政府大院门口 晃晃就离开了 我正困惑着 巨星那个熊孩子 不知怎么了 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醒过来 什么东西都没吃 就让人换班时间到了 换我去睡觉 要是平时我一定感慨 孩子长大了 知道心疼姐姐了 但他今天鬼鬼祟祟的 我都怀疑我前脚刚睡 我爹会不会后脚就打开 跑到楼下去 把那个不知根底的男人救上来 果然被我识破了 己心不知什么时候 把另一家无人机拎了出来 结果就给那个军人哥哥送一瓶水 关键是 你怎么就能一口咬定 那是来救我们的军人 我都被气笑了 万一那也只是个受伤的强盗 我们救了他 就是送了自己的命 要不我们趁他动弹不了 先把他绑起来垫晕 再喜喜审问他 我真是无语 真不明白 为什么弟弟这回这么是母心 要执着于这个受伤的男人 那楼下丧尸怎么办 说不定的男人就是假装受伤 引人上钩呢 正在我们姐弟俩在窗边争执不休时 一个回眸 我却发现 刚才离开的那辆吉普车 带着另一辆车又回来了 我和季星连忙藏好 再次偷偷观察 匆匆消失的好友 王涵 虽然当时他在电话里说 要来救我 但我其实并不抱太大希望 毕竟他所在的H市 和我们这里相离千里 更何况末日之后 丧尸遍地走 所有交通线都断了 时隔280多少天 算了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我和季星一起 终于打开了工作室的大门 欢迎我的好友和他的同伴 但他大部分同伴 放下王涵和那个受伤的男人之后 就匆匆离开 他们上楼时 我和季星 把原来洒在电梯门口的图丁 王涵更是哭笑不得 被疯了这么多天 虽然我和巨星 都把大部分垃圾 叠霸叠霸扔到了天台上 但屋子里还是乱七八糟 一片狼藉 我和我弟 更是穿着脏兮兮的家居服 头发老长 脸也多人没洗 王涵说我闻起来也十分酸爽 原来这小姨子 末日前就算好时间 拿着大包小包 跑到他亲戈参军的军营去探亲 后来丧尸爆发 因为当地军队管理严格 防守森严 居然并没有人自然感染丧尸病毒 也没有人被丧尸咬到医 边王涵凭借上一世的经验 不但逃过一劫 还在之后 当了后期医疗人员 跟所有被派出来 把击丧尸的特战小组 一起注射过了血清 不会吸引丧尸注意 也不惧怕丧尸的撕咬 血清是一变过程中的 丧尸肉做的吗 想想那些强盗吃人的场景 我还是不寒而栗 什么玩意 你脑洞可真大 王涵一边从我的阁楼里 找他需要的药 一边笑着解释 是从一种植物中提取的 受伤的那名特战队员 是王涵哥哥的战友鹿鱼 清早 在和那群强盗战斗时的爆炸中被炸伤 被一大片车玻璃直插服中 失血过多 这回还晕着 想想我刚才还硬拦着记性 不让去救人家 这回我也不好意思在下面待着 只好陪着王涵上阁楼找了季月 你这行啊 还有这么多抗生素和止血药 比我们医疗队的库存还多 王涵终于找够了酒精抗生素 止血药和绷带 他环顾四周 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物资 我还担心 当初一个电话你不信 没想到你真囤了这么多物资 我笑着谢他 又塞给他一大瓶橘子罐头 伤者为大 王涵在这简陋的环境下 掏出事先准备的医疗纤维 鹿鱼止血青窗缝合伤口 鹿鱼因为伤重 暂时不好移动 而第二天天气就要开始冰冻期 没办法 需要在我家借助休养一段时间 王涵已借照顾战友的名义留了下来 这一晚我掏出我珍藏的鸳鸯店火锅 和各种冻肉冻蔬菜冻丸子 还有大桶可乐 招待我的好友季星王涵 鲁鱼我们四个人吃得超级开心 王涵都感叹 现在政府临时组建的安全区 和医疗队的伙食 都没有这么好 临睡前 我和几星把一直用来挡门的后床垫 敷得软软的 留给人民的英雄和重山号陆鱼睡 另一张我和王涵睡在一起 许久没见 好友好似有说过完的话 至于几星 搂着筋斗去睡原来的房间 夜晚我和王涵聊到前世 我笑着问他上辈子有没有来救我 王涵沉默了一会 回答来了 只是等我好不容易赶去你家的别墅区 已经是一年以后 到时你家一片狼藉 空无一人 除了在地下室 发现七星弟弟残缺骸骨 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你最终还是见到我了 王涵我俩躺在一个被窝里 我能感受到好友紧紧的拥抱 我走的时候 碰到在外面游荡的你 衣衫不整 毫无意识 作为好友 我能帮你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把你一枪抱头 我笑差点哭出声来 轻轻地捶了他一圈 真好这辈子你来得真早 是啊 王涵感叹 这也是 很多事情都比上辈子发展得顺利多了 我哥的部队一粒变种都没出现 血清也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就被发明出来了 我听王涵喋喋不休地说着 眼皮渐渐沉了起来 想起末日之前的那个帖子 也许真的有很多像王涵 寄星这样幸运的人 这辈子这个世界也才能这么幸运 一夜安闷 早晨我习惯性的醒来 再也不觉得迷茫和绝望 只觉得好有安全感 好友给我带来的 还有对未来的希望 接下来的一星期 简直就是神仙般的快活日子 家里有王涵路雨两大战神 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借着路雨伤害美好 我们四个为了打发时间 搓起了麻将 还有饮料零食伺候 简直不要太惬意 就是在我家的第二天 路雨就发现了那两架3D打印的突击枪 我以为会被解放军叔叔叫一番 谁知道人民的英雄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又默默地把他们放回了原处 巨星对路雨简直就是自来熟 这整天缠着人家问东问西 我都替他尴尬 一个星期之后 路雨伤好 要和王涵重新归队执行任务 王涵说相比于去安全区 我和巨星现在的工作是物资充裕 还在人人忌惮的无人区 其实是更安全的 但熊孩子巨星不依不饶 也要跟着他俩离开 去执行任务 拯救世界 但你才13岁 终于微微覆下高大的身躯 柔了柳七星的头发 也留在姐姐身边 好好锻炼身体 快点长大 这个世界还有无数危险 等你成为男子汉 后来找哥哥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成为真正的优秀的战士 我在一旁感动的热泪盈晃 嗯好久没听到别人对我爹爹花饼了 临走时 我拿出一串都快要生锈的仓库钥匙 告诉了王涵地址 如果这里没有被攻破 也许正有安全区 和特战队现在需要的东西 想想现在外面恶劣的天气 食物缺少 我最终还是把嫉妒将的仓库钥匙 交了出去 希望那无数的粮油 能给他祭点应得 反正工作室里的食物 还够我和季星吃好久好久 王涵抱着我 依依不舍地跟我告别 既愿你放心 下次我来应接你出门去看一个河 平流危险的世界 我也紧紧地回报了我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只要他们安全 未来就会无限希望 翻外地月军队重建区的李团长 让我谢谢你送来的粮食 王涵走后一星期 又接任完成后休整的名义 带着七八个客栈小组的队友 敲响我工作室的大门 说实话 我和陆宇赶到你家仓库前 没抱太大希望 王涵一边说着话 一边打开冰箱掏出来冷冻虾尾解冻 谁知道就打开了地区的一仓库 里面就有上千袋面粉 这在缺一小时的重建区来说 那可是上万人将近一个月的口粮 更别提别的 你们家真是腹得可怕 姐你拿着小龙虾干嘛 你会做吗 鸡心忽然从厨房外探出头来 你何往喊姐 该不会想把我和战士哥哥们毒死吧 这孩子说话越来越凭 还有我们姐弟俩 相依为命时的压抑感 放心吧 毒不死你 我从臭弟弟翻了一个逆天白眼 直接从一堆调料里 扒出来一包麻辣小龙虾 调味料有了这海特斯科技 臭的也能令你做成香的 鸡心耸耸肩 从我身后的冰箱里 拎出一瓶1.5升桩的可乐 嘻哈哈道 我去拿给战士哥哥们 换换口味 去吧去吧 问问他们想喝什么 咱家阁楼有的 都给他们拿一些 我摆摆手 把熊孩子撵出去 端起盘子 把锅里的番茄鸡蛋盛出来 转身又去帮王涵的忙 先把解了冻的虾尾煮上一遍 我们家只是刚好做粮油超市 平时就有同货 比人家什么上市公司 我家就是猛貌女 只不过在这时间 粮食就是一切 王涵那边又拎出一包冷冻鸡翅膀 他举着菜刀 一把把包装口剁开 那你是怎么猜到 你家仓库里还有粮的 你也不怕被人抢光了 毕竟面米虽好 都不能直接吃啊 我打开电炒锅 倒由一般人都会去抢 大型商超 我家仓库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很难会有人想到 其实我都是猜的 那个仓库里所有的东西 无论在不在 都不是我的 如果在 就让政府都拿去 毕竟这事到 银钱太多招人恨 我和寄星守好工作室里的东西 已经吃穿不愁 而且 就算我把仓库里的粮食 都捐了出来 但在人家人的重建区 也是应意识之难 听王涵的话里话外 哪里是够的 不过咱国家那么多 大型食物工厂 只要联系到董事长 由政府牵头 告诉他们重建区所需 他们不可能会守着 死屋过日子吧 说到这王涵越发一份便宜 你还说呢 虽然是有一些良心企业 低价给重建区供粮 但真的不够 我哥前段时候 作为我省军区代表 去游说一些企业 捐钱捐物 居然被其中一家老板 直接撵出来了 还说什么拒绝到的绑架 妈的杀笔 听到王涵在旁边 慢慢咧咧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此诚危急 存亡之秋啊 一个小时候 我和王涵做好了 满满一大桌子菜 特战小组成员 加上我和季星 将近十个人 我的天 我好久没吃过米饭和番茄炒蛋了 一个年纪较小的特战队员 看着这桌子菜 惊讶出声 对呀 现在重建区每天都是蛮苦闲菜的 另一个特战队员 也忍不住吐槽路 一作为队长 听见这些话 就干咳了两声 严厉到 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和王涵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在心里偷笑 他在我家养伤时 哪有种正经 现在失去艰难 他们军队很多肉食 都优先分给了重建区的人民 我也知道他们不义 所以亲自家里一块可乐鸡翅 放在鲁鱼碗里 笑着安慰他们吃吧 吃吧 就知道战士们来 特意给你们改善生活的 保卫人民也要填饱肚子 陆大队长 您又先赏个脸吧 陆云嘴笨 养伤时就说不过我 直接端起饭碗 埋头干饭 其他队员一见如此 也不再端着 场面又热闹起来 吃完饭后 一群战士们 承包了打扫战场的活 我和王涵乐得清闲 他被记性鬼鬼祟祟的叫去 不知在干什么 陆云拿着动猫棒 在阳台的玻璃窗下 斗筋斗玩耍 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 映成一幅画 我在旁边悄悄坐下 谁料他见我过来 居然严肃到 其实我们跟着王涵来混饭 已经违反纪律了 纪月你不该拿出这么多好吃的 万一被人记恨 记恨什么 我盯着他笑到陆云 我也不是傻子 分得清好坏 你我也算朋友 我不能让你们这些人 在外面出生入死 来到朋友家里还寒了心 陆云哑巴了 张了张嘴 老脸一红 又重新跟筋斗玩去了 其实王还后说了 他在之前遇见过很多事 有一次 他们冲锋陷阵 好不容易从一群歹徒里 就吓一个老乡 再回重建区的途中 却被这个老乡偷光了口粮 有一次 他们就下丧尸口下的一个小男孩 却被那个小男孩 叫来的亡命之徒 偷袭的措手不及 甚至还因此牺牲了一个队员 成为末日的特战小组 他们面对的 往往不只是消灭丧尸 拯救统计人民群众 还要抵挡笑面下的龌龊 和背后的冷枪 姐姐我看你这里 有素食装的热干面 那个最小的特战队员走来 站在我面前 不好意思的挠头 我女朋友是重建区的护士 前段时间 有个老太太 非要不依不饶地吃热干面 她劝不动 但老太太为此哭天抹地的 我女朋友还被上级批评薛男 陆宇熬的一声把筋斗吓跑 但小战士是真的为难 继续道姐姐 这个热干面给我一包吧 这样我女朋友可以少些麻烦 我可以用小军刀 手套啊什么的 给你交换 萧男你还有没有纪律 陆宇站起身 就是一个打断 你闭嘴 我真是对这个死板的男人忍无可忍 难道他不明白 战士也是人 他们不是神 我把畸形王涵叫出来 找了几个袋子 直接去了阁楼 挑挑拣拣拿下来一把袋 害怕像过年时一样打太急 不再询问他们的意见 直接把老干妈午餐肉 带包装的卤蛋都塞进汤飞包里 然后掐着腰 把一包素食热干面塞进萧男手里 你女朋友正忙我帮了 但是 刚才放在你们包里的所有零食肉干 都是给你们个人的 东西是我送的 我就有权利选择让谁吃 我七吉八坏的红尾眼眶 我求你们了 自私一点 几个战士或作或战 一时之间 都对我泼妇般的行为搞得傻了眼 萧男盯着自己手里的素食 沉默了好一会才多多缩 缩得道了谢 如此一闹 他们也没心情在我家继续玩耍下去 临走时 我和几心把他们送到门口 陆远拿着被塞的满满的军用包 走在最后 等那些战士重整队伍 依次下楼 登上军车 驶向未知的远方 末日来临的第六百天 在无数战士潜伏后继的战斗下 在无数科学医疗先行者的努力下 一秒普及了丧尸 虽然有小范围变异 但也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 而那些见末日成凶行恶的人 政府可能是为了告慰死者 也可能是为了杀鸡警猴 居然恢复了上世纪围观枪毙的 执行死刑的方式 水电网络这些基础生活设施恢复了 但全球性啊 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 破败的城市建筑 残缺的教育医疗 贫瘠极枯败的土地植物 都预示着 人类还有更多危难困苦需要度过 寄星这个熊孩子 在广播里听说 我市的重建区 今天要枪杀末日犯人 激动的一大早给王涵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们去看热闹 顺便不打第二针一鸟 王涵和陆玉他们的特战小组 结束为期六个月的执勤 迎来了半个月的休假 殃不过熊孩子的电话轰炸 王涵一大早就赶到 打电话让我俩下楼 顺便给他带个冰淇淋 喊解你的冰淇淋 还有陆队的大瓶椰子水 这是末日后 我们姐弟俩第一次出门 第一针疫苗 是被上门服务的派下滑线 派吉星一蹦一跳了下楼 打开车门 从后排把冷饮和饮料扔到前面 我紧随其后坐上车 教训他安分一点 吉普车很快就穿过 破败的大街小巷 驶向人口集中的重建区 路过吉星的学校时 看原来有名的重点中学 现在教学楼都少了一脚 整个一杂草丛生 破败不堪 我想感叹 这阿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学 话才说了一半 就被亲弟弟捂住了嘴巴 熊孩子还高呼拒绝开学 从我坐起 等到了重建区 吉普车直接通过卫兵 穿过大门 驶向执行死刑的广场 我华夏人民 真的致死不改看热闹的心 我和吉星刚下车 就觉得面前人山人海 甚至撑得上挪鼓喧嚣 我和吉星一一限量的特殊贡献 由王涵陪同 被重建区的李团长 特意安排在了广场上方的广播室 我对这种场面不太感兴趣 但吉星却兴奋地打开孤立窗 身头观看 同时就差时时转过讲解 姐你快来看 吉星才看了两眼就兴奋呼喊 真没想到 看着还能碰见老熟人 谁呀好奇的我身头去看 压界死刑犯的卡车 刚刚在操场边缘停下 战胜了一个个的 把死刑犯从车上压下来 去到正中央执行区 有个丰富一般的女人披头散发 才勘贪被拽下车 正在大声叫骂 这是方强他妈 对呀 吉星在旁边兴奋的 当初民政局门口丧事爆发 我在视频里看到 极度将推开他就跑了 却没想到 他还能苟活到现在 从楼上看 方强他妈不愿面对 将被枪毙的事实 这个正暴拉着一个男人的腿 死都不往执行区 大声嚷嚷着 我犯什么罪了 你们凭什么要杀我 他也有罪 他也该死 要死我也要和他一起死 我正想看看 这个倒霉男人是谁 没想到那男人挣扎之下 我赫然发现 就是极度将当初为了这个女人 无视自己一双儿女的父亲 此时此刻 执行区外围乱成一团 极度将疯狂的挣脱 一边把拳头狠狠砸在那个女人身上 你就是个疯子 你胡说我没有杀人 性命当前 什么真爱也不管用啊 两人如同狗咬狗一般 相互撕扯 但这么一会儿 周围执行区警察便拉开了两人 大概因为那个女人的指证 两个警察耳忍了一番之后 迅速架起嫉妒枪 把他也押走了 毕竟血脉相连 我着急之下 脱口而出了父亲 直接就想下楼问个清楚 却被几星一把拉住 平时乖巧的弟弟 就会不再兴奋 反而一脸抑郁 什么父亲 姐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说什么 我震惊迷惑 不懂寄星的话是什么意思 寄星攥紧了拳头 悠悠在我耳边轻声道 我不会想去救他的 姐在妈并威慎的氧气管 就是那男人火同他的真爱一起拔的 我听得浑身发抖 这个消息简直离谱的 让我不可置信 寄星握住我的手 继续道致是我被他们锁在地下室 肆意折磨是听到的 所以你不许去救他 他抛弃了我们 他最有应得 王涵低头玩手机 一抬头发现 我和弟弟气氛不对 连忙上来做何事了 哎你们两姐弟怎么回事 看了死刑犯还能起什么争执 莫非在研究末日下 人性底线的究竟话题 唯一是心情复杂 实在说不出玩笑话 这场执行的死刑犯 都不是单一在道德底线上 谋财害命那么简单 许多都是因为 贪念残害多条人 命种种罪恶庆竹难输 王涵说因为末日犯罪很多 在自保与主动伤害之间很难界定 一般都给予理解 不再追究 但最大恶极者都应该当众枪毙 安敏心等我们两姐弟抗热闹 打完疫苗后 王涵带着我在重建区参观 因为天气严峻 粮食短缺 但重建区的人也在不停地想着办法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抗丧氏病毒的疫苗是由植物提取的 王涵一边讲解 一边推开温室大门 我们发现这种植物的根莖也可以食用 并且防寒耐数 重建区正在第一批食种 希望半年后能大丰收 我跟在王涵身后 边听边点头 却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有一个熟人 老板 居然是我工作室其中的一个员工 小婉这个女孩经历了这么多 还是一封乐天派 她扯着我感谢说 多亏我送去的办车食物 让她和另一个员工几乎支撑到了救援 虽然后来在逃跑过程中 另一个可爱的员工成为了丧失的食物 但她临终前 还把小婉推进了安全的居民楼里 小婉说是我给了她食物 而那个姐妹给了她生的希望 因为小婉是农村的孩子 现在她在重建区的市政基地耕种劳动 也是尽她的努力 把希望的种子传递下去 俨然又是一个配置齐全的新社区 纵然外面战火依旧 这里仍还有无限可能